大家好,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的辅学胡同 这条胡同有悠久的历史 有著名的文天祥祠堂 也有纸悠久的顺天辅学 请您一圈三连听听北京大哥的讲述吧 文天祥是当年的南宿抗击元朝的一个英雄 有两句诗词 就是文天祥写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当然前面他是叫过灵冰阳 前面两句对人生对自我有一种激励的词句 其实文天祥当年是给关在了北京 被元军俘虏了 关到了北京 据当年的历史记录 说关到这里非常苦 住了一个非常矮的房子 受尽了各种折磨 其实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位置离当年的云大都 景山的很近 所以给他关到这个位置是一个离皇城 皇谷很近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北方当年的都是蒙古人从草原过来住蒙古猫的 到这里呢 改成了这种叫什么呀 地印的 什么叫地印的 过去的房子 不是现在的房子 现在你掺着这样 比如明朝弄的 地印的是一半在地一半在上 也是这个元朝呢 对他了几次的这种 就叫什么 劝降嘛 劝降呢 也没有成功 没成功呢 其实作为这个元朝呢 不想杀他 但是后来他已经取决了这个全国的这个胜利了 就是南宋完全灭亡了以后呢 元朝呢 最后呢 就觉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所以就是柴氏 柴氏在这儿那个 柴氏那场砍的杀的 杀的 他呢 这个也没有想 去赴死 其实在元朝的时候 狠得多 基本都是汉人 对 汉人呢 就是劝他 他呢 那意思 归降嘛 归降 他的密克星嘛 这里最著名的什么呀 就是他女儿 曾经给他写封信 他被关的时候 说我现在生活很苦 帮帮我 当时他给女儿回去 这时候呢 这个元朝他知道他要去赴死 说我帮不了你 你去死 六个字 帮不了你 你去死 你看他已经就说的 他如果说不想去赴死 他就会说 等等我 过两天 我出来了 我帮不帮你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 元朝最后 一看他回的这个信 就知道他已经准备去赴死了 那就干脆 也算一个民族器杰吧 非常有骨气器杰的 为什么后来到元朝呢 他会给他建这个文成像词 就是为了 追寻这么一个民族英雄吧 有器杰的 你早有意思 我们能不能留下名 这是一个很重要 刘传千古拉 就是他呀 对 所以我们走胡同也是为了 使很多胡同里的这些人和事呢 我们记录下来 我们并不是刘企担心赵汉青 我们最起码 给后人留下一个 对胡同里 这一些人和事的一个记住 百年以前 我们北京的胡同是以什么样 胡同里有一张大马李大爷 赵大师我们做这项工作呢 也是想说的人和事 让后人记住他 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